大批警车开往美国驻西班牙使馆周围拉出封锁线 因为不久前这里也收到可疑油包炸弹 西班牙这几天接连出现可疑炸弹包裹 早在上个月24号西班牙总理办公室就收到一份棕色的信件 紧接着礼拜三乌克兰驻西班牙使馆和一家武器制造商 和空军基地也收到邮包 没想到周四西班牙国防部和美国大使馆又收到第五和第六件 乌克兰驻西班牙大使表示当时由乌克兰军官打开盒子后 先听到咔嚓一声之后就发生爆炸 这名军官手指受伤有轻微脑震荡 至于也收到包裹的武器商 刚好提供乌克兰一千多个C90火箭发射器 难免引发联想 不过事件后西班牙国防部长仍专程造访乌克兰南部奥德萨宣示挺无决心 目前初步研判相关的包裹都是由西班牙寄出 内涵毅染粉末和引爆线 幸好其余的包裹都被安全引爆没有酿成更大伤亡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 fizgo行